如果以樓價計算的話 其實初三年公款額大概是兩萬多元左右 但其實你去到三年之後 即是真的要開始公本的時候 其實明顯地公款額會增加了接近五成 所以明顯地由大約兩萬五元左右 要公到三萬八元 這個明顯的分別 即是接近四成至五成 似乎你的升幅增加 聯儲局下次會議會在7月25至26日舉行 會不會一如預測要到年底再加息 就要視乎美國的經濟前景是怎樣 今集的時事多面體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